我某某人 我某某人 归佛归法归身 归佛归法归身 入植碑门 回廬来家 1143位民众 于4月13日下午2点 参与农禅室举办的 2024祈福归一大典 愿以身归五戒 开启新生命 成为佛门弟子 归一就是 归一三宝 归一的归 就是 回归 实际上就是回家的意思 鼓励 只为能够 不失的人有福 心上的人快乐 帮助他 度重生 时间 精神 体力 最难得的是心力 我们都能够帮助他 但是我们 从帮助自己开始 提升人的品质 提升自己开始 作为人的 佛弟子 基本的态度 人生的态度 那就是感恩 感谢圣灵师父心五事 里面所讲的 就是试感 对这人 我们都抱持 感恩的心 感谢的心 要把谢谢人家讲出来 如果做错了 对不起 那你就说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呢 佛教徒是非常平安 非常幸福的 我觉得很神圣 然后之前因为有些 不太了解的东西 然后因为这次 有特别朋友的介绍 因为之前都怕说 什么犯武器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次就是 比较了解的状况 蛮好的 有36个佛菩萨 在保我们之类的 我就觉得那种感觉 让我 觉得心情上面 很有安定感 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几年前 因为小朋友比较小 那刚好今年已经满六岁了 就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回忆 我觉得当大家 全部全体人一起 在唱诵这个关系佛萨的时候 就那个力量很强 所以心里会觉得很感动 佛萨 我变成佛萨的肚子 很快乐 我们家是以前 就已经有规復过 然后还没 可以就带他来这样 女儿也一起就是 归宜佛门 这样成为保披子 挂佛牌的时候 感觉这个仪式很慎重 然后完成了这个仪式 然后很殊胜 谢谢 带我来带你 阿弥陀佛 归宜佛 归宜佛 归宜神 人间主书有幸福 我都没办法 我还会银行 爱了 我怎么能这样 你也有 没办法 我都没办法 我还没办法 让我地面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想起来 感谢观看